结合民间社团和民意代表所共同组成的高雄市教育资源平台 成立已经满两周年 日前特别针对协助推动爱学子反霸凌有特殊贡献的成员 予以颁奖表扬 事实上根据统计高雄市的校园霸凌案件 已经从两年前的80多件降到20件 未来希望能够加强宣导 让高雄市的学子都有安全的就学环境 不分党派只有唯一关心的议题 就是让高雄市的就学环境更安全 两年前成立的高雄市教育资源平台 发起每个月的便当会 邀请关心在地教育议题的意见领袖参加 其中也促成跨单位成立防治校园霸凌委员会 统合教育警政和社会局等相关单位 共同防范校园秩序案件 假设说有黑帮进入校园 那或者是有毒品进入校园 这学校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那学校可以透过这个机制 在我们防治霸凌委员会里面 来通知高雄市警察局 高雄市警察局就会来专案 来协助学校处理这个黑帮 或者是毒品进入校园的部分 然后后续的追踪 参与平台成立并且也获得颁奖肯定的 高雄市议员吴义震 勇敢于近来校园霸凌事件 屡屡登上社会新闻版面 除了凸显问题的严重性 也希望唤起大家对反霸凌工作的重视 他会被霸凌不应讲 不敢跟老师讲 不敢跟同学讲 不敢跟家长讲 可是今天或者讲了 也不晓得怎么处理 他有时候他案子没有大到说 他打我 他让我受伤 我送医院 没那么明显的时候 他心里的那种障碍是 你无法去形容的 第一时间 家长被注意到这个问题 学校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教育局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透过这样的媒体的一个关心 他不用躲在暗角 值得一提的是 高雄市的校园霸凌案件 在防治委员会成立之后 已经有明显的成效 根据统计 数字从原来的100年度86件 降到102年度的20件 其中还是以肢体霸凌占多数 有待进一步关心 港东新闻黄兰君州府庆 采访报导 试统议 三 � alignment